民众党主席柯文哲砸了4300万元 买下这栋商办大楼里的其中一户 要作为个人办公室使用 不过这笔钱到底从哪里来 是不是最早说的选举补助款 还是说是柯文哲不明金流里的 其中一环都是简连目前要努力追查的重点之一 柯文哲商办正义始终交代不清 民众党发言人陈志涵曾拿出产权资料回击 但是只锈出61万元契约 如今已经过了第五天 还是拿不出新的证明 对此钟小平痛批柯文哲商办 不是用选举补助款购买的就是脏钱 而这笔4300万柯文哲拿不出金流记录 调查至今也没有任何一点风声泄露 现在外界质疑会不会是检调根本没有查到 目前没有看到有相关资讯被揭露 有可能是还没有查到 不过侦办机关有侦查不公开的义务 或许人在侦办中 4300万金流来源不明汇款贷款 贷款记录民众党迟迟没有拿出来 难道买房子的交易记录很难拿吗 其实他也可以马上回头跟贷书 跟房仲公司或者是联系卖方去要付本就来公布 除了贷款贷款记录外界也有一说难道柯文哲是现金付款 但房仲表示若是现金买卖依法也得通报法务部调查局 不论是取款还是存钱 只要单笔超过50万元以上呢 银行员呢就要通报并注记 所以呢银行端一定会有记录 民众党强力驳斥商办买卖和金华城之间的关系 真相是什么依旧扑朔迷离 但每拖一天执疑声浪恐怕只会越来越多 东森讯讯学义助温尔连在台北市采访报导